干粉灭火器相当常见 而里头的结晶型二氧化系 是可以防止干粉受潮 但是它同时也是自来物质 根据了现行规定 结晶型二氧化系 是属于干粉灭火器的附属添加物 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检验规范 就有消防器材厂商提报说 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干粉灭火器 没有经过当地工厂检验 在台湾只要经过灭火试验之后 就可以贩售 至于里头的二氧化系是否超标 根本无法把关 拿起灭火器拉描压扫 四个简单步骤就能透过干粉 把火势扑灭 但这个打火工程内涵的二氧化系 也可能变成残害身体的凶手 噴出来的结晶力其实非常的细小 所以它一旦吸入我们体内以后 其实不太容易排除 这累积下来又不容易排除 就容易造成反复的发源 到最后甚至有排化的可能 在干粉灭火器中 70%的主成分 必须按照消防署规定检验 但对于其他30%的附属添加物 却无检验规范 因此为了防止干粉受潮 所添加的结晶型二氧化系 虽然有致癌疑虑 却无严格的检查机制 另外国内多家 消防器材业者从中国进口干粉灭火器 按照现行的稽查模式 未经当地工厂检验就能送到台湾 只是经过灭火试验即可贩售 内涵二氧化系是否超标 内容物会不会被重复使用 根本无法把关 他们不让我们到大陆去敞验 这是最重要一关 就是变它的品质 就没办法去管控 才会二氧化系的超标 是现在的事实 希望政府机关就依法办理 虽说消防署最新决议 明年元旦起不得贩售 含结进行二氧化系 超过0.1%的灭火器 除了要严格执行检验 也要做好源头控管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据陈琳 陈建国 泰米罗党 据陈建国 泰米罗党